字幕想加油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见到有很多狗 它们很惨 不断吠叫 好像说你放我出来 放了出來 其實很多動物已經很瘦 有病 眼睛又發炎 鼻子又流動 再加上身體的毛 很久都沒有洗澡 或者沒有修剪過 黏滿了排泄物 環境實在非常惡臭 排泄物流到底盤 甚至掉到另一隻狗 再加上可以看到他們沒有食物提供 亦沒有水提供 很明顯看到他們營養不良 還有脫水的症狀 因為他們長期被困在籠子裡 根本沒有人放牠出來運動過 或者跟其他狗隻接觸 他們顯得都不知道在籠子裡做甚麼 就算我們不斷叫牠 其實牠們好像不太理睬我們 第二種情況 你會看到那些狗 比較好焦慮 不停在籠子裡打轉 亦反映出 牠因為長期被困在籠子裡 而顯得很緊張 或者很焦慮不安 很想我們快些拯救牠出來 那些狗也知道自己 其實生活的環境很差 即牠裡面很骯髒 沒有水、沒有食物 其實牠是很想我們 盡快拯救牠們出來 現在在處理這些懷疑虐待動物的個案裡 其實我們只能夠告牠 基於169章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條例裡面 要證明動物是否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或者牠周邊的環境 會不會是沒有水、沒有食物 或者住的地方太髒 或者沒有遮蓋物等等 但是如果要針對大型動物的繁殖場 現行其實沒有一些規例去監管牠們 即是說現在那些人可以說 我私人繁殖的動物 即是興趣來的 是一種業餘的性質 基本上沒有一個法例或者罰則去監管牠們 即是換句話說 裡面的動物 究竟多少尺的地方 擺多少隻的動物呢 或者牠的動物的 這個生活的空間 究竟要多大 要多少的運動空間呢 這些全部都無涵蓋到的 也都所講 究竟一隻的癡性的動物 牠可以 現在來說 或者可以不停地去生育都可以 但是我相信 如果有了有效的法例去監管之下 那麽可能就會 可以監管到 或者繁殖者 牠每年可能限制 一隻瘋性的狗 究竟可以生幾多胎呢 或者生幾多隻動物 我們沒有一個法例去監管牠們的話 即是說任何人都可以繁殖 任何人都可以把牠們的動物去賣給寵物店等等 但如果引入了新法例 發牌給牠們 而又好好地監管牠們 其實是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引入新的法例去監管這些繁殖業 那麽我們督察每次去調查的時候 不只是看到動物是否只是有病 或者會不會是斷水斷糧 而我們可能也會告到牠們 原來牠們的空間是不合乎標準的 即是說牠們連一個活動的空間都是較少的 還有現在我們很多時候去到牆 看到的情況 牠們的牠們都是生瘦 融融爛爛爛的 即是令到動物生活都是不安全的 但我想引入了新的法例之下 我們很清楚看到 原來牠們的結構是要符合一些安全的標準 要從源頭開始 要等到牠們受到監管 才可以讓動物受到應有的福利保障 停止殘酷交易 杯葛無量繁殖